不就区区先帝傀儡吗 这又何难 我这百万年来也不是啥事没干 早就研究出如何制作先帝傀儡 那你现在身上有现成的吗 制作先帝傀儡所需材料可可 我还没制作过呢 目前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 合着是做都没做过 你就敢如此装逼 你知道什么 先帝傀儡 岂是那么容易就能制作出来的 毫不夸张地说一句 在先界除了我 没人能炼制先帝傀儡 这卢老头的自信 完全是来自那把锤子吧 这锤子确实邪魔 无需灵力驱动 仅是依靠锤子本身的威士 就能轻易一锤 干爆一名成名已久的天尊 行了 你就说吧 如何制作 需要何等材料 嘿嘿 说起先帝傀儡 那就不得不说 其躯体材料 不仅要兼用无比 其次力量核心 需要足以驱动一方世界的力量支援 才能充分启动 傀儡身上全部阵法 获得先帝力量 卢老头不知讲多久 方无名一脸忙碌 但至少还是听懂一些 制作先帝傀儡身躯的主材料 听卢老头所说 在这星河界域中 就有一些合适的材料 按照卢老头的说法 这星河界域 就是个大型巨宝盆 你想要什么材料 都能在这里寻到 此时的无名仙宫 并无昼夜 方无名也不确定 卢老头到底讲了多久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怎么会在这里碰上这东西 这 这竟然是一颗眼睛 整个无名仙宫 在这颗眼睛面前 宛如河里的一块鹅卵石 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该如何称呼这东西 上古年间 仙界与各界还是互通的 所以下界历练 并不能满足我当时的主人 所以我们曾闯入过星河界域 当时我们在进入星河界域 和新地带的时候 才碰上这东西的同类 当时我们称之为 界域守护者 当时我们被界域守护者 一口给吞了 足足困在里面十万年之久 要不是由我感知天机 寻得一丝生路 怕是只能永远生活在 界域守护者体内 直到生死盗消 一口吞下 十万年 你还别不信 当时我们还在 界域守护者体内 留下了不少文明呢 现在都不知道 那些文明发展成什么样了 这个所谓的界域守护者 其体内 还能有生命存在 而且听起来 貌似还不少 一个族群 好了 先别炫耀了 那东西就要撞击仙宫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要不试试之前 我们猎杀的那些仙界凶物 先把他们的血肉都出去 看看能不能吸引外面那家伙 先不管这么多了 试试再说 暗无明操控阵盘 顿时 仙宫后方 无数血肉散落 无冒了 那些血肉里的生命力 极为浓郁 尽管已经被宰杀多时 但那些血肉 依然宛如刚刚宰杀完新鲜 这都没能吸引外面的大家伙 看来不能以常规的生灵 来看待这东西 不行 再让那东西撞下去 先攻怕是要出问题 我去坐镇先攻核心 天奇 当时你们是怎么被 界域守护者盯上的 这可能也是恰巧碰上的吧 界域守护者体内的世界如何 有什么奇特之处吗 好像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感觉跟外面的星河界域差不多 现在先攻内部 估计也就天机 跟卢老头有把握能逃出生天 其余人估计都得凉凉 天奇 你感觉到了吗 这是星河界域内的正常情况 应该是某种能量波 有时候会持续几个时辰 有时候几个呼吸就过去了 这种未知的能量波动 是不是每次碰到这些巨大生灵的时候 出现更为频繁 好像确实如此 之前在蓝星时 海豚就是通过某种超声波来沟通的 这跟人类通过声带发出声音类似 只是两个物种不在同一频率之上 既然这介于守护者是生物 那必定也需要沟通交流 莫非 刚才感觉炫雨 就是介于守护者在尝试跟先攻沟通